六个保持食物新鲜更久的妙招 不要将水果和蔬菜放在同一处保存 例如洋葱会释放气体 使其他水果或某些蔬菜变质 将莓果保存在密封容器中 下面垫一张餐巾纸 等到要吃的时候才清洗 将番茄有静梗的一面朝下在室温中保存 直到成熟为止 成熟后放入袋子 再放进冰箱保存 将牛油果直切 果盒留在尚未使用的剩下半颗上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更久 用橄榄油或青凝汁涂在水果表面 防止暴露在空气中的牛油果变成褐色 将欧芹和香菜放入装有水的瓶罐中 然后放进冰箱保存 这样可以保持新鲜更久 将迷迭香 牛制 熟尾草和百里香之类的木本香草 用微湿的厨房纸巾卷起后 放入不透气的容器中 然后放进冰箱保存 点击以获知更多如何减少食品废物并省钱的方法